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时北京直播间 我是Lulu 在这里Lulu会带您去看100套伦敦好房 日华庄园坐落在有着童话般紧致的伦敦米尔山 这里环绕着58万平方米的广阔林地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洲 那么这里不仅是伦敦有名的人文圣地 同时也是权盈最好的学区之一 在官方的排名当中 瑞华庄园所在的这个区域巴内特 被评为了伦敦20个行政区域里最优秀的公立学区 那么在考试成绩排名前五的学校当中 这里可是一举所占了三席 那么像牛津啊剑桥啊这些如雷挂尔的高校啊 有很多学子也是在这里的学校毕业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重点公立学区的重点学区房 马上我们联系伦敦小伙伴 带大家一探究竟 嗨 Jake 你好 嗨你好 我是代表邦瑞国际组的 Jack Chang 我姓郑 今天也是带您来介绍 Richway View在Milhill的一个高级楼盘 其实呢也是在我们Milhill的山上 唯一能够看到三井的一个楼盘 那那个Jack今天呢先辛苦你跟我们简单的先在咱们这个摄楼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体情况 一会儿呢我还想请你带我们去Milhill这个Milhill山上去逛一逛 当然当然这个地方景色太美 不过我们先从这个户型图整个小社区的模型开始 那很简单的先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条呢就真的叫做Richway了 这个Richway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大马路上面 那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 其实整套440套的房子呢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其实是远离这些繁杂的交通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期呢 都已经做到从这里第一期第二期啦 现在我们现在开放的第三期在这里 都是远离这些大马路的交通的 最重要的这一点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这个也面对了我们下面一个叫做Titridge 巴黎是一个山坡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真的每次来到这边 我都觉得空气非常清新 让我真是精神十足啊 这真的是让我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在世外桃源一样 因为其实你在这里看到这些东西 你完全不会想到这是伦敦的市区哦 伦敦的市区哦 是 真的 那我们现在卖这两栋呢 里面有两房及三房 我们大多数的两房呢 那都是已经超过一千三百平方英尺的了 那你将近差不多是一百二十米左右 那是两房 对啊那你也可以说呢 三房来说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在一千四一千四一千五左右的平方英尺来说呢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三房 价钱来说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可靠 因为这里全部所有附近的房价呢 都是一百万计算哦 那只有我们这里呢 真的是在算差不多一七十万起跳两方啊 有些甚至是三房可能到九十万才九十万起跳啊 都在一百万以下的 那你住的地方这里不但是室外桃园 而且呢你对你以后的 子子孙孙或者是自己的儿子女儿呢 在这里上学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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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 因为其实Mail Hill有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在私立学校 成绩非常的好 所有的A-Logo里面呢 都是差不多在75%以上可以拿到五个A星的哦 五个A-Star的哦 这些这些成绩呢 你要知道都是上牛津和剑桥的成绩啊 所以这一区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可以说它这个地区的location啊 这几个地区的地点啊 是像伦敦的世外桃园一样 但是呢 还有一点在 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就是学区了 这就是这一区的整个重点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历史跟你说一下 你也看到这一个非常独特的 小小的建筑物这里啦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我们在英国这里的医疗研究中心的地点 这是我们之前是英国医疗研究中心的一个前身 那以后这里呢 也会成为一个 呃 一个更健康的人 所以呢其实整个楼盘来说 目前为止我们 真正在 我再给你加强一下 这两栋呢 别忘了哦 是今年五月交屋 你知道哦 五月交屋是什么意思吧 印花税利好 印花税利好 没错了 相对的减低 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讲一下的地方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这吧 嗯 那我刚刚也说呢其实附近的学校非常多 这些就是在英国这里最重要的学校 只要听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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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学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啊 那当然 这里不仅 私立学校公立学校都非常的好 这个我们都查过这个整个区域啊 都可以说是全英最好的这个学区之一啊 是啊是啊 呃 我说实话 北伦敦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呃 呃 它的reputation都是这样子 嗯 那我这里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附近的区域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区 真的就是富人区 为什么呢 第一点 哈哈哈哈 马术中心 嗯 可以教你的子女怎么样骑马 而且不是赛马啊 是怎么样 叫叫叫叫叫叫叫做呃 叫做呃 可以让马呢 就是来来骑马 可以让他觉得 让马来跳舞就对了啊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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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f club 你在这里呢 其实也可以打高尔夫球的 是 呃 这一些都是 呃 呃 对一个富人区的一个象征 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呃 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不好的区呢 人家也不会去的 所以一定都是要有钱的人去呢 这些这些这些生意才会没办法才有才会可以呃有有精灵的呃这些状况之下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休闲运动场所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啦 那大家一听到waitress呢就不用说了 呵呵呵呵呵这就是富人区的超市了啊什么东西都卖超过别人贵一磅两磅的都一样的东西 所以真的真的就是让人家知道其实整个区域来说呢 素质人品素质非常之高 还有居民这里对整个环境的保护来讲来说呢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这一整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一种呃呃呃感让人家感到说論文 breakingimmers 你在整个伶敦里面所有的市区 of东南西北比较来说这里真的就是不一样 而且这里基本上呢 principals and僕 beach 因为还有bridgeway 这里的呃呃呃大多数的人工作都是professor呃呃大学教授 医生率师 检察官 欸对 他还有啊 还有当然有一些呢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教育那么好 当然是足球员 英国的足球员 我记得那个牛津词典的那个大主编 也是在Milkir这一块来写的 他是在这里来完成那个牛津词典的那个工作的 没错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到这里 真的是人民数字来说都是属于高档这些居民的 真的住在这里呢 我都感觉自己都觉得非常 文化学生都提高了是吗 都提高了很多 没错 所以呢 很简单的再跟你们介绍一下 当然我们每一套里面 我刚才也说了 都会有一个车位 这个是你不要也没办法 我们都还是得给你的 所以我们一定都会 每一套都一定会配一个车位的 那当然 非常的不错 做车呢 因为在伦敦的话 开车是 是 我知道在伦敦啊 一般很多小区是只有买两居室或三居室 两居室以上才可以配车位 那咱们这个小区的话 基本上就是购置公寓都可以配车位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便捷了 是 对 甚至如果你有现在所谓的 Electric Car 电车呢 其实在这里我们都能够提供 Charging Point 其实你要如果有充电器的话 我们也可以加强充电器上去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呢 如果说是 像公共交通工具的话 最近离我们最近的车站 就是Mail Hill East 是市区的车站 那这个就是在伦敦出名的黑线上的 黑线到哪里呢 到SOHO啦 到唐人街啦 还有到 直线可达 都不用换车 直线可达到金融区 对 没错了 所以你知道 这些真的需要去搭这些车的人呢 对咱们来说上班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交通来说这里也不用去太担心 当然你在附近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火车站 叫做Mail Hill Train Station 他们那边也是有一个叫做Tameslink火车 也是可以直达Bank那边的 当然南北交通都可以 但是当然地铁站是最方便的 那如果有地铁站的话 当然地铁站都是首选 所以大概很简单的就这样介绍一下 我们也可以给你另外一个时间点 就是比如说像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Kings Cross 像你们如果说儿子在上大学的 在这里先占租的 或者是要租给学生 如果妈妈要租给学生 女儿儿子在这里是最安全不过的 所以到Kings Cross那边 UCL 22分钟 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到了 对 对非常的方便 好吗 那我们 Jack不好意思 我打扰你一下 那个您刚刚都提到了租金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的话 如果按我的选择 我是喜欢自住在这里 当然有些人呢 就是客户想在这里买房 他是想做投资用的 那既然说到投资 他肯定会关心租金 所以我想也请你 那个跟我们分享一下 咱们这个小区的话 他的这个租金收入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当然你知道伦敦的租金 大概都是以两点至三个点左右 对于租金呢 当然是超过的稳平 尤其是邦瑞做的房子 尤其是我们选的地点 还有我们做的内部的大小呢 这些都有相关的 那因为我们选的地点特别好 内部的空间非常的大 那以家庭比较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租金回报率提高 那如果伦敦说是 平均二点至三个点的话 我们就是差不多在四个点以上 那在这里呢 比如说两房也是可以租到 2300磅2400磅一个月 那如果以71万或70万来算的话呢 你差不多在3.8至3.9左右 那如果是三房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租到2700 2900左右 那三房的话 稍微呢 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但是别忘了哦 三房在这里是非常缺货的 所以租金回报率是一回事 还有它的升值空间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三房的确 你在这边如果是要买卖的话呢 三房的确是首选 因为它的空间 内部空间大 这里学校多 我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主的人来这边居住 那就算是租呢 小家庭来这边租呢 别忘了 他们一租因为是学校的关系 他们需要有这个地址才能够去报这个学校呢 一租就是三年四年五年 所以虽然以比较来说呢 可能2900差不多在3.5至3.6左右回报率 你大概也可以想象说它的长久性或者是它的空房率非常的低 这个是重点 所以基本上你三四年就不用再去想说要再转租给别人 那每次一转租你就要空房10天或15天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对于任何房东来说都是空房就是等于是倒扣的钱的 不是没有赚是要倒扣的 所以我也是会跟所有的房东都会大概指点一下说 有时候看的不是只有数字但是要看它的稳定性 所以在这里同时呢 三房两房它有各个好处 两房是绝对在四个点以上 那三房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抓到3.5至3.6左右回报率呢 但是它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就非常的高了 所以我总结一下 刚刚您给我们介绍整个小区的整体环境 首先是交通非常的方便 其次的话呢 就是非常好的学区房 生活配套呢相对齐全 那么最重点的是我们算了一笔账 这里的租金收益稳定 而且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房源也是期货可居 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好的 那你刚刚也讲到配备了 对你刚刚讲到配备 这个我们 我也真的很想带你们去看一下内装是什么 因为其实呢 这里当然我们邦瑞一直都讲求的是实用性 我们在内装的设计上面呢 只要是实用耐用 这是我们的先发挤发点 那如果是需要到任何设计来说的话 其实在所有模型里面这一套是最好的了 我们要不要进样板屋看一下呢 要不这样进样板屋之前 要不您先跟我们介绍几个比较不错的户型 因为看着户型图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们看户型图然后去看样板间 你看好吗 好可以 那我这里也准备好了一个楼书点 很简单的跟你们看一下呢 我刚刚说的两房呢 其实都已经到了1300平方英尺 将近是120平方米的大小 哇很大的两居室 非常大的两居室 而且它的大的地点在哪里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现在 所有的房子的设计呢 都把主卧房浓缩了缩小了 因为大家都说 可能你花的时间都是在客厅 所以它的卖点不需要房 对他们可以把越多楼挤进在一个大厦里面呢 是最好因为对他们来很多开发商来说是赚越多 但是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这一个楼盘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以非常传统的设计方式来做分隔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主卧房 它的主卧房甚至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沙发地方呢 的确是可以当作一个小客厅一样的 那当然其他地方在说呢 你基本上整个房间的空间 已经都超过在差不多25平方米左右了 而且户型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方正 而且我必须要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其实他们呢 虽然很多人会看到这里 就是说他算说是朝 方向是朝北 但是别忘了 你朝的位置是看到整个下坡地方 那我们也等一下也会介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风景 为什么值得你来考虑这一个地区 真的就是为了这个风景 那你想象早上起来 喝的第一杯咖啡 面对的就是Tittridge 巴林的这个山坡上面 整个阳光照射在这个山坡上面的感觉 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很多人来这里买 这一个楼盘的原因 就是为了他早上起来 第一个景色 非常的漂亮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山坡 嗯 没错 哈哈哈哈 那山坡呢 其实他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设计呢 整个楼盘的设计 的确是让每一间都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 呃 这个山谷啊 那很重要的 你看一下呢 其实他都已经到1500平方英尺的话 已经到144平方米了 那这当然呢 我们把主卧房的稍微大小呢 就把它稍微浓缩了一点 所以把两房和三房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最好的卖点就是他三间房间的大小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哦 对 那其实对房东或者是对 呃 你有时候可能买来呢 跟朋友一起先自助啦 或者是你甚至家庭 大家的房间 对 你的合租的方式 或者是你 呃 呃 很多现在房东都允许 大家分担吧 所以就住一间房 三个 三个学生一起住的话呢 对你来说你的 呃 呃 财经方面的压力 也相当的减低很多 风险也显得减低很多 因为总会有人 一直在房间不同的转化 那对你来说呢 其实这样是非常好住出去 因为三间房的大小都一样 基本上 你可以有两间 稍微价钱低一点 一间有 水的话 有 里面有一个浴室的话呢 卫生间的话呢 其实那间可以稍微做多一点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 重点就是在他三间房间都非常非常的大 嗯 好吗 是 呃 而且每一间都有窗户啊 每一间都有窗户啊 每一间都有窗户 所以我们呃 事不迟疑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样板间吧 好 非常的期待我们一会样板间见 谢谢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样板屋 那这个样板屋呢 其实是临时搭的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带你去看一个真实的样板屋呢 呃 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再介绍 深度介绍一下里面的配备 不过这里的配备呢 已经呃 可以当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释 呃 用板了 所以呢 很简单的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呃 已经装好的内装的冰箱 那这个是180公分高 60公分深还有60公分宽的 呃 包括是6040比例分开的 那下面有三个雪柜 那这些都是已经都装好的了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很多其他的楼盘没有的呢 就是我们呃 呃 没有呃 装这个 好 那我们还有呃 跟别人 跟我们内部 还有其他楼盘 比较上来说 比较升级一点的 就是我们还包括了一个微波烤炉 当然还有一个传统式烤炉 那这些所有的电器牌子呢 都是在英国的牌子叫做AEG 但是在国内呢 叫做呃 伊拉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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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个呃 除了这两个 一个微波烤炉 还有一个传统烤炉呢 让你能够在这里搭载你的厨艺啊 厨艺啊 厨艺啊 对我们也相对的配了一个叫做电 当然也是安全旗舰呢 做了一个配电池炉 那我们的抽烟机也是隐藏式的哦 对这种抽烟机的你需要清洁的机会非常的少因为它是它是完全是用呃磁碳过滤纸来做的所以你只需要换纸就好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发觉非常方便的东西当然大家都需要的是一个洗碗机的你要知道啊我们在这里是� 绝对不会把洗衣机放在厨房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厨房通常是跟你的客厅连在一起是开放式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洗衣机呢通常会有一些噪音所以呢我们都会把洗衣机放在我们的一个能源空间里面能源间里面那也就是说呃所有的热水冷水管理还有加上洗衣机都在同一个地方那那个地方也可以当做一个置物室呃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杂物房厨师杂物房厨师 对那你看一下这个厨房的台面是我最喜欢的台面这个是什么做的呢这个是花钢式我们现在做的是最新的设计是20毫米的一个宽度非常非常的现代化那当然啦有了这一个一定要配套的就是你的玻璃 后墙了那我们在煮饭了那我们在煮饭的时候都想要知道我们的后墙是保护好的啦呃清洁方面比较简单的啊一定要有这个玻璃后墙那有些玻璃有一些其他的配套呢可能是用呃大理石呃可能是用花钢石做后面后面配墙啦那颜色看起来就已经稍微稍微呃 呃不是那么现代化有一些厚重对那有一些有一些甚至是用呃木头的呃他们叫木来做的一个后墙呢那看起来就更不适合我们的 那里面的那里面这里呢啊那呃米尔山在这里尤其是呃也要在米尔山这里居住的话呢配备一定是要最好的啊那当然你看一下呢呃所有的破墙都已经包满了不是只有你的火炉后面呃 全部包括你看到的地方都有所谓的玻璃后墙这个就把整个设计内部的设计是看起来像呃呃宽敞的呃宽敞的很多嗯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整个风格统一化了显得空间非常的亮宽没错那我们的嗯厨房当然不能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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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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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甚至跟你说 这些其实是基本配备 所以呢 当然跟其他的楼盘来说 那我们是非常骄傲的告诉你 想要说 其实这些东西呢 在米尔山这里的 这个楼盘呢 是完全都是以 基本配备为交出去的 那加上地板呢 也是 我们所谓的Antico 当然就是人造交互 虽然说是人造交互 它有十年的保护期 它 在安中上面 其实是别人的 跟别家的人造交互 的安装方式是不同的 因为它下面还有多一层 防震的一个交互在中间 所以它能够把所有 空气都挤出去 所以它能够把 整个地面的地板 连接到地面上完全封闭 所以它对以后 十年二十年的耐用期限 是非常高的 他们已经都 在购买这个房子的话呢 你都已经可以享受 他们自己公司厂商里面 给你的十年保护期 所以如果旁边有连接上 有任何问题起俏啦 或者是你平常在 潮湿干裂 没错 这些他们都会保护的 那我们所谓的手工方面呢 别忘了今天我们来到 邦瑞这里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 告诉你我们邦瑞 也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保护期限 我们内部保护期限是两年 所以内建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不管是门把 甚至小到门把 大到电器 所有是我们自己内中的东西呢 都有我们的 水龙头这些 任何东西没错 都有我们两年的内部保护期 保护期 那当然十年的建筑保护期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也是有最重要的 一个最出名的保护公司 叫做NHPC 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公司 所以我们的外面的建筑呢 以一个架构来说的保护 呃 期限呢 是十年 而且保护公司是NHPC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我可以甚至说到 呃 比如说你将来要买房子出去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的 下一间公司要做 呃 贷款 房屋贷款的话 租赁 租赁的话呢 我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银行都是要问说 你的保护公司 你的架构保护公司 是谁来给你的 如果不是NHPC的话 是 他们可能都可以考虑 不借钱给你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重点 NHPC 这个是非常非常 对银行 对您 呃 就是一个买家的角度来看 呃 或者是您是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是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 好 我们也可以 大的品牌 会有更好的信用 没错 而且不但是他信用好呢 而且他的 他在我们建筑的过程之间都需要一层一层的审核 我们其实在建筑过程里面呢 有九个层次 每一个层次有开始和结束 NHPC都必须要过来 这个是非常严格的 NHPC都要每一次都要过来 从开始 每一个层次里面开始到结束 总共加起来有18次检验 每一层楼他一层一层要去签收的时候呢 NHPC他要给你这个保固的这个 呃 头衔啊 要给你这个保固的 检验工作 他必须你必须要按照他的建筑方式来做建筑 所以不是说你建好就可以叫NHPC去做检查的 不是这样子的 他每一层次都需要收到他的检查 这就是NHPC还有Bound Rate 我们能够给你的一个完完全全心理上的一个保障 呃 好吗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 呃 现在呢 卫生间的内装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内装呢 都升级到 金柜了 所以在金柜里面已经都有 你的住屋空间 还有你的 嗯 shaber plug 就是让你能够电刮不须的一个充电 充电的地方 嗯 啊 所有的 嗯 那个 呃 水的供应区呢 全部都是内建在里面的 嗯 他们都是不会露出的 所以这些都是 都已经内建进去 那最重要的是呢 呃 我们所有 像在主卧房里面的浴室 都是已经是很拉型的 嗯 所以已经没有像 以前是开着 或者是我们也不做这种开放式的啦 呃 我们就是做 这样子拉型的 是最好的 好不好 那所以看得到 你是绝对不会看到任何水管在墙上的 除了我们所有的水管都是已经隐藏在墙里面 然后当所有的瓷砖都会铺到天花板 所以这对您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说 你的空间也减少很多啦 呃 方便比较多啦 其实是是 呃 呃 对你来说也是看起来比较 合 合为一的一种 规格 很舒服 对 呃 是 嗯 那我们 我们这个样板间是一个 呃 两居室 这个其实是一个样板间 我们把它做成像一个一居室一样 但是当然 主卧房 啊 就在这里我们就以这个房间 因为我看到好大啊 是 我们以这个房间来做一个呃 呃 呃 示范呢 给大家看一下 说大概在一个主卧房里面的 好 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 包括你的浴室 你的门 是 还有你的衣柜的设计 还有你以后可能会想要做任何其他设计 比如说像 你的挂灯啊 呃 这些都可以有让你有发挥的空间 就让你感受一下 其实我们这里 为什么会把它设计为 像这样子 我也可以 给你们了解释 的确在伦敦看呃 很多房间相对来说很少有这么大的 没错 其实 因为大家的确是都把空间都集中在了这个客厅餐厅这一块 没错 呃 我其实也在强调在这里居住的居民 或者在这里买的买家 我之前上一期呢 其实上一期的两房呢 跟我们这一期的两房还少50平方英尺 大概差不多5个4个平方米的话 那你比较来说 其实这一次的我们出的这一期 不但有印花睡假期的好处 但是它的内部空间又增大了很多 是 价钱来说呢 稍微 也比较 性价比也稍微高很多了 那我们呃 嗯 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就是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房间里面 因为我们觉得呢 嗯 以后可能会呃 需要在房间的时间也稍微长一点 因为可能我们工作方式 还有生活方式都会改变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嗯 在家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有不同的房间 不同的空间 可以让呃 家人有 或者是夫妻可能有 大家有自己一个自己的空间 也比较好一点 那有空间 在客厅 另外一个人可以在房间里面 也可以享受一样的一个 舒适的一个空间开放的感觉 所以呃 以后待在家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甚至以后工作的方式也会慢慢的改变 好 那我们那个迫不及待的去看一下 我们下一套样板间吧 哈啰 鲁鲁 嗨 我们现在又来到最新真正的一个样板间了 这个是我们上一期第二期 已经做好给全部所有的客人 大家做一个现场比较 欢迎来到我们的两房 两位样板间 那第一个我想要给您看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里有玄关了 现在这种摩登的设计呢 其实玄关是大家最忽略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把所有的房间 和所有的客厅空间都要加大 所以玄关的大家来说 反而变得比较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走进一个很大的玄关的地方呢 你感觉真的就开场很多了 这真的就是让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回到家的感觉 那如果你再继续跟着我走的话呢 一个双扇门的入口 直接进你的客厅还有你的餐厅 非常宽敞的空间 别忘了 这一套还是比较属于小一点点的啊 这一套是1200平方英尺 差不多才110平方米而已 所以还是比我们现在新的这一期 第三期的两房呢 还要稍微再小一点 光是这样子的空间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整个开放式的感觉 那真的可以让你足够放你一个 六个人的餐厅穿桌啦 里面有开放式厨房啦 当然也会让你有一个台面 可以让你以后可以在这里吃早餐的早餐吧啦 当然我刚刚也在里面 上一个刚刚提过了 我们最新的最漂亮的一个配装 就是我们的花钢石配装 是20毫米的 那我也可能再 不需要再多介绍所有的电器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全部都配套 都是AE机 那还有呢 刚刚在你家满街里面 没有看到的 就是我们新的 这个就是 额脖式的一个 额头的脖子 额脖式的Sonek 它的水龙头设计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用满街里面 之前没有看到 现在所以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这里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 在三级 第三级的地方 已经把所有后面的墙呢 都已经升级为 玻璃后墙 所以 比这一个的配备 甚至还要再好一点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来这边看到的 其实就是这个景色 你呢 其实在 你的第三级的房子里面呢 你的阳台也是一样的规格 属于像这样子 正方形的规格 也是一样 是有 有屋顶的 所以你不怕任何天气 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的温度 你都可以待在这里 你甚至可以自己再加一个室外型的 一个暖气 那真的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 高度在哪里呢 我们其实就只有在一楼而已 就是一楼的高度 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的景色了 你想像一下 如果再高一点的话 景色一定会更好 也可以在旁边看一下 其实在 我们第三级 会跟第二级 非常相像的地方 就会有一个 我们小社区 一个小花园 我们英国的一楼是 中国的二楼 中国的二楼 没错 所以这就是 英国的一楼 也就是 我们下面楼叫做 G楼了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在第二层 景色已经非常非常好 那第三级 重点就是 它的位置 比现在第二期的位置更好 因为它更在前面 所以它突出的地方 可以把很多 在前面的这些房子 这些阻挡器 全部去除掉 那就是整个客厅 还有餐厅的地方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一直都非常专注的 主卧房 这真的就是 在很多很多其他在英国这里看到的楼盘呢 已经没有像这样子的空间了 但是 当然 景色是无法 无人能比的 啊 我们这里也相对的提供很多很多的一个空间 这真的就是以两房为主的话呢 两房的主卧房 吸引人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现在三期和二期第二期比较的空间大小 多余的地方都是生在我们的主卧房里面 所以你现在看到主卧房 是第二期的主卧房 虽然已经很大 这差不多才二十平方米而已哦 如果你到了第三期的话 是要再多五个平方米 已经是差不多半 在很多很多其他的拥挤的国家里面 甚至在东京 那都是一个小房间小房子了 更不用说是一个房间了啊 所以啊 我们对这一方面来说 我们的居住方式 还有我们的居住空间 是非常重视的 那第二期的 主卧室的浴室里面 虽然是有分开的两件 这也就是花灑和你的泡泡浆浆 是分开的 但我们第三期呢 就把所有的空间都放到房间里面的 主要空间里面 所以就把浴室和卫生间里面的空间 稍微缩小一点 我们就会把一个花灑放在浴缸上面 所以就不会有花灑和浴缸分开的地方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足够的储藏空间 我刚刚也有提示到 我们是绝对不会把洗衣机放在厨房里面 因为照应的关系 当然我们的洗衣机都非常非常安静 它的牌子也是一样是A机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储藏空间 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兴趣 自己再搭个架子像这样子啦 或者甚至搭个平架 这些呢 都可以让你自己自由发挥 真的要看一下第二个房间了 第二个房间其实也可以拿来做书房 其实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 很多人都把第二个房间拿来做书房或办公室 因为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上相对增加很多 但是再怎么说呢 就算是第二个房间 你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放一个中等大型的 中置大型的双人床 好 来 紧接着我们就来回到客厅这里 大概跟您都解释一下呢 这个社区还有这整个地区的一些状态 大家最担心的 可能还是学序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地方居民数字啦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大概我们可能需要再跟你说一下 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是 我们这里的学区呢 其实有两所私立学校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那我刚刚说了 其实如果您是高中的话呢 在英国这里叫做A-Level A-Level的话呢 要进大学之前 你通常要拿的至少是有五个A星 要正好的大学 一定要五个A-Star 就是A-加了 等于就是我们国内的A-加了 那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出名的学校 叫做Hebordasher 这个是男生的学校 都是男女分校的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叫做一个女校呢 叫做Northern and Colinger 这两所学校都有75%的百分比呢 里面的学生可以拿到五个A或五个A星 五个A-Star 就是五个A-加以上的这个成绩 你就想想看啊 四个人里面 有三个人都可以拿到这种非常非常难的成绩 你就知道其实整个学校里面的风气是如何了 他们这两个学校呢 专门是拿来做牛津和剑桥的升级学校的 那更重要的一些呢 其实不但是私立学校啦 私立学校当然它的学费是稍微不同的 那通常一年的都要四万至五万左右 这里也有公立学校也可以达到像这样子成绩的 那这个名字就非常出名啊 叫做伊丽莎白女王中学 伊丽莎白女王中学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出名的 Henrietta Barnett也是Henrietta Barnett学校 这个是给女生的学校 这两个呢都一样 尤其是公立学校呢 他们也可以 他们也有达到75%A加 还有A或A加的成绩 那也是我刚说的 四个里面有三个人就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了 但是公立学校呢 当然虽然学费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他们是有考试制度的 所以你在GCSE之后呢 你的成绩不但要好 成绩好的话 他们才会让你有入取考试的这些手续 那知道你进了这个考试场之后 当然还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当年的成绩要看他们百分比里面有多少的人可以入取 他们才会让你入取 所以公立学校的确也是需要稍微在中学有得到一点好一点成绩的人 那通常大多数的直接从行来这边 儿子女儿呢 差不多在45岁的这些年纪上面呢 最快的建议方式都还是直接能够进私立学校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这里附近呢 当然不是只有读书而没有玩乐啊 当然我们在这里都一定是会想要去所有的绿地这方面 尤其在米尔山这里呢 是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里的绿地非常的多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景色呢 就是这一个Tittrich山谷 那在这里呢 那不但是前面你看到这块绿地是可以大家都可以去的 还有下面还有很大的公园 其实就在地铁站附近 那从这里到地铁站我刚才说过 其实走路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 那开车当然就很快啊 10分钟至5分钟 看是有时候呢 塞车的地方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我们这里下去呢 还有也有公车 所以坐公车下去也是相当非常方便的 呃 其实在这里附近呢 大家都知道 所有这里附近的这个区域的居民呢 都是因为利用这里的绿地 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休闲的一个地点 所以你不需要去想象去呃 可能是要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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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不如呢 在车上 甚至在就直接开车到附近的公园呢 已经是很多人在北伦敦会特地来到这里的 这些呃 呃 出名的地点 所以附近呢 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搜楼处了 说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搜楼处那边再做进一步的解答 好的好的好的 嗯 我们一会见 嗯 嗯 哇哦 今天真的是辛苦 还有我们的摄影师了 为大家带着我们大家从山上山下山谷跑来跑去 我们从里里外外看了一个遍 哈哈 是啊是啊 是那 嗯 有一些网友呢也在这个后台给我们做了一些留言 我要来向您提问一下 嗯 那首先的话呢 大家想问一下就是 在咱们这个区域我们刚逛了一下好像 呃 新建的楼盘不是特别多 但还是会有一些 那我想请你替我们总结一下 咱们这个小区和周边其他的项目相比的话 我们的独到之处 呃 我可以呃 很直接跟所有的客户说呢 其实在整个呃 米尔山这里呢 是有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新规划的 就去翻新的这一个计划的 那呃 呃 呃 他们军呃对以前这个呃 呃 军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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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这整块地呢 都拿出来给呃 我们当地的这个Barnet这个地方政府呢 来做呃 呃 一个旧区翻新的一个地方 让他建造一些居民改造的一些呃 呃 房屋账中介 所以他呃 房屋的这些改建 所以他们下面在山坡下面的的确是有六至七个呃 呃 开发呃 呃 厂商在那边建房 呃 但是呢 我们是唯一一个呃 Ridgewayview是唯一一个在山上的楼盘 嗯 明白了 我们的风景跟大家不一样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而且我我必须要说的是山下那边是没有没有呃 风景的 所以我刚刚其实呢 我们今天一整天 当然也非常谢谢摄影师在这里跟我们拍摄 呃 很多很多的呃 呃重情呢 我都会希望客人看的就是 嗯 你在这里居住的一些环境的呃 居住的居民数值 呃居民数值 但景色是这两个包含在这里面 会吸引到这样子的居民 呃会会在 您会在这里想要居住的这种感觉呢 呃 就是因为这里的景色还有整个是地点 那我们都知道啊 买房子最重要的还是地点 地点地点 呃这个山上的这个地点呢 的确是非常独特 嗯 呃所有的 嗯 其他的开发商都是在山下那边做的 确是稍微有点 个人我个人感觉上呢 是稍微有点拥挤一点 呃 虽然这样说呢 我们山下也是有另外一个楼盘的 呃也是在那一个呃 重新改造区里面其中的一个呃 开发商 呃 但是以楼盘 对楼盘来说 我们的地点是最好的 嗯 嗯 那我们今天聊了很久啊 我突然发现我忽略了一个细节 我一直没有问您这个物业费 因为咱们这个定位比较高端 嗯 那我很担心怎么的物业费会不会很贵 如果我跟你讲我们的数字的话 你可能会非常的吃惊 你别忘了我们这里是有贵宾礼台的 呃12小时贵宾礼台服务 嗯 甚至还有我们的健身房 是 在这里都可以让我们的居民使用 呃 所有的居民 三房呢 是以两磅18匹 一个平方英尺来算的 一年 嗯 所以我刚说的大的那个两房呢 呃 大概一千二平方英尺的话 你算下来是差不多在三千四 呃一年左右 呃 呃 这就是Bound Rain 会给您大概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性价比 呃我们一直都是以呃 这样子的承诺来带给 把产品带给客户的 嗯 嗯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哎 那我要继续还要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大多数是 两居室三居室 所以有网友在后台问 是不是因为就是今年的 呃年中 中间的中吗 要交房了 小户型都卖光了 那假如我是想 以投资的心态来买的话 那我要选择小户型 是不是未来几期有一些选择呢 呃 那选择的数量非常的低 其实这里的小户型呢 通常都是朝 呃 面对山坡的 其实是朝南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山坡上面 嗯 那呃 其实朝北的景色是最好的 那其实小户型一房二房呢 数量不多 呃 下一期和 呃 下下期呢 第四期第五期呢 啊 两个加起来大概是只有十二户 呃 那他们的位置通常都是比较 属于朝南 呃面对山坡的 所以 呃 你要想看我们在这里 呃 尽量能够想要吸引的客人呢 都是以小家庭 新婚夫妻为主 那两房和三房 尤其是他们内部空间是一定要大 那 我们 能够吸引到客人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设计呢 呃 相对的客户也会比较喜欢像这样子的户型 呃 呃 所以大概以两房至三房的数量会比较多 我们还有八十八套要推出 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嗯 一房和两房三房的比例来说呢 的确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 我刚也提到了 嗯 其实我们三角下面也有另外一个 呃 我们开发商开发的楼 小区 小区 没错 呃 叫做Millbrook Park 呃那边呢 的确就是以一房和两房为主了 呃 那 我真的是有这个兴趣在这里 呃 也许以投资的心态来说 比较不会去 对景色可能 呃 呃 像我一样情有独钟的感觉呢 那 呃 也许以实际上来说 呃 出租来说呢 下面的楼盘 呃 当然也是同一个社区里面 呃 治安也是非常的好 呃 呃 在这里呢 学区也是一样 同一个学区 那对你来说 也许那边的性价比 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呃 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下一期啊 我们就继续邀请Jack 带我们到山下的小区去看看我们的投资型户型 这个很不错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 我很乐意能够协助你们 谢谢 嗯 那聊到最后啊 我要问一个大家最最最最最关心的话题了 就是折扣 咱们现在买房子又是准限房 还能免应花税 如果我们折扣很好的话 这就是好上加好 当然啊 呃 我们也会极力的呃 提供客户最好的呃 折扣 当然有鲁鲁在这里 帮大家来争取这个呃 呃 客户的利益呢 好折扣 我也相信我们也会尽量配合鲁鲁的呃 尤其是呃 呃 你们也非常辛苦在在这里帮我们拍摄帮我们的呃 呃 做这样子的一个推销 那我们一定要给鲁鲁一个最好的最好最好最好的折扣 让他能够带给呃 他客户最好的利益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么我呢 一定也会替各位网友啊 好好的录一道 给大家好好的砍个好折扣 除此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直播最后呢 还要给大家公开一个额外的独家优惠 好的 那这个今天非常辛苦您和我们的摄影师 呃 也请你们多保重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直播节 我们再见 好谢谢 嗯 好的 拜拜 拜拜 各位网友不要走开 我们一会揭晓 嗯 独家折扣 百年地产助力传承 圣经石作为英国最大最专业的华人高端房地产投资配置 及开发管理平台 我们为您英国之夜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期推荐30天内 如果您通过圣经石购买 便可以享受额外的独家优惠5000磅 那么这5000磅怎么用呢 两种方式 一 假如您的房产是用于投资 那么圣经石租赁部则为您省去租赁管理 服务费大概是5000磅左右 假如您的房产是用于自住 那么圣经石呢 则为您省去这个物业管理费5000磅 以上优惠二选一 先到先得哦 好了 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周四直播间再见 拜拜